早上好,家人们,你们今天怎么样? 感谢主,我们有了另一个视频。 昨晚我在祷告,寻求主, 他对我谈了很多关于未来的事情, 关于我的孩子和他为我们准备的一切。 但有很多人,我注意到有些邮件说, 布兰登兄弟,这些事情在我们还再是不会发生, 我们会在那些事情发生之前被提到天上, 我必须说,你们在妄想。 我想,没有其他先知预言这些, 也没有其他牧师这样传道。 你为什么会觉得只有你知道这些事?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有我被主告知这些事。 他对我说,布兰登, 因为我要告诉你很多人试图成为我的朋友, 而我会想,我能和他们聊聊吗? 能和他们交往吗? 但主说,不,我呼召你与我分别出来, 在这条路上你不会有朋友, 因为他们的看法会影响我对你的说话方式, 因为他们的意见并不符合我的话。 这很有趣,因为我会想去和人们交流, 但主会说那是你最后一次对话, 不要再这样做, 因为他们的意见并不符合我告诉你的话。 我正在引导你走一条路, 并警告我的子民即将发生的事。 他们听到什么, 那是他们和神之间的事, 我不是来评判的。 我是来遵循圣灵告诉我的, 并传递给你们。 如果这与你产生共鸣, 那就跟随他, 如果没有, 那就放在一旁。 但至少我可以说, 我告诉过你们。 主对我说, 布兰登, 谦卑是一种内心的状态, 要么你有, 要么没有。 要么你认识到这是基督, 在你里面, 要么就没有, 没有灰色地带。 我可以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真的了解我的教育背景和我的真实个性, 你们会发现, 我这个人本质上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 但主告诉我, 他呼召我要在他里面找到安全感, 而不是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 他指引我去告诉你们他的话, 不管其他人怎么说, 不管我是否受欢迎, 是否被邀请参加某个聚会或会议, 我真的不在乎, 我更喜欢待在我的花园里祷告, 与天赋交谈, 看着我的花草。 这就是我, 我是个真实的人。 那些其他的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有很多人试图吹捧自我, 而我看到了很多自负, 尤其是在教会的高层领导中, 他们像扫罗一样, 当扫罗失去。 了恩高, 而大卫拥有恩高时, 扫罗还以为自己被神呼召, 神仍在对他说话。 但他们却干涸得像沙漠一样, 属灵上毫无生气, 却还在假装自己拥有。 他们没有了恩高, 仍然带着膨胀的自我和属灵的优越感, 认为主仍然在与他们对话, 但他们已经多年没有说到一句新话了, 还在依靠二十年前的启示。 但神是一个当下的神, 他一直在赐予新的启示, 而他们却还在讲二十年前的启示, 这让我质疑。 我试图告诉大家, 现在在前线的人们很快就不会在那里了, 你们将会看到一批新的大卫崛起, 这是超出人们想象的事情。 这不是为了荣耀人, 而是为了荣耀神, 全是关于他, 关于他得到荣耀。 自负和履历, 自负和平台都不再重要, 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耶稣。 为了完成他要我们完成的工作, 你将会看到神的荣耀在一些你意想不到的聚会中流动。 你可能认为, 他会出现在那些有地位的人物的聚会中, 但你会听说神的荣耀出现在那些不起眼的小聚会中。 正因为这些人没有膨胀的头脑, 他们的心谦卑, 只因为他们渴望神的话语。 圣经说,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这就是我想说的。 许多人会对那些大牧师拥有大量财富感到愤怒, 我听到大家在说某些牧师是魔鬼, 因为他们有这个, 那个拥有豪宅, 豪华家具, 四人飞机, 四人岛屿等。 而许多基督徒教会中的普通信徒, 却在缺乏中, 他们心情耕耘, 慷慨奉献, 却不见什么回报。 我相信主希望我们明白一种平衡, 因为许多人因为被伤害而放弃了信心, 开始怀疑神是否真的希望他的子民蒙福。 我学到的一点是, 无论那些被祝福的人如何生活, 我都会看他们的奉献方式, 看他们如何帮助他人。 圣经说, 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用十足的分量, 连摇带几, 上肩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如果你不在事工中, 没有那些大的平台, 没有人给你捐赠百万支票, 你如何为生? 我的父母和我都是事工中的基层人员, 我们都过得很艰难。 我靠着食品券生活, 我们常常靠圣灵握手来支撑, 希望信封里会有意外的惊喜, 但很多时候这些并没有发生。 但我领悟到, 一节经文, 神赐给我们获得财富的能力, 他高抹我们的手去做事。 我逐渐意识到, 我看到那些世人和百万富翁 通过各种生意和投资积累财富, 他们不仅是清洁工, 而是拥有副业, 比如房地产和股票等。 因此我播种我的种子, 祈求神赐给我智慧, 教导我如何成为头而不适为。 我们每天都在努力, 相信会进入更高的管理层实现财富。 我们生活舒适, 拥有小房子和车, 满足并幸福。 但主希望, 我们拥有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一切, 因为神是赐福的神。 有人说, 我是繁荣不道者, 没错, 我是因为我不希望基督的身体 在困苦中挣扎。 我会额外清洁五辆车, 拼命工作, 周末只在星期天去教会, 因为教会结束后还要打扫, 周六也工作一整天, 有时一周七天不休息, 直到我们积攒够钱, 日子虽然艰难, 但我坚持奉献并信靠神, 一边努力清洁那些车辆。 我当时做汽车美容清洁, 得买所有的用品, 花费不少, 但我一直坚持下去, 一直在建立业务, 一年又一年的努力工作, 积累客户。 然后主对我说, 我希望你做一些别的事情, 于是我开始养狗, 买了一些拥有冠军血统的狗, 专门训练成适合有特殊需求的孩子的伴侣狗。 当你在肥沃的土地上播种时, 你就会开始看到丰收。 我逐渐意识到, 在主演中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一样, 有些人对我说的这些话感到不满, 尤其是一些牧师会觉得不舒服, 因为他们不希望我对他们的教会造成影响, 但我不是要制造波澜, 只是说出我内心的感受。 很多人觉得这些话题被滥用了, 而我也因此受到了很多批评。 我想帮助你们, 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 因为我接触过自然界中一些非常有名的牧者, 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 奉献方式, 我学到了很多。 主让我看到他们的祝福, 他们的衣柜, 他们的生活方式。 我看到, 批评他们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们的土壤确实带来了百倍的收成。 所以不要批评, 而是向他们学习并从中获益。 批评他们只会阻碍你接受他们的收成, 因为批评会切断丰收的来源。 你要看清那块受祝福的百倍土壤, 并向它播种, 神也会祝福你的双手。 有些人却总是把钱投入同一个地方, 从不改变, 而结果也是停滞不前。 我建议, 如果你去一间教会, 看到会众都很贫穷, 那就要反思了, 这是一个信号。 如果教会里所有人都穷困潦倒, 那就是个问题。 相反, 你进入一些大教会, 能感受到神的灵在工作。 希望我说得清楚, 我在试图教导你们一些 我和我的妻子戴安观察的东西。 我们关注的是, 人们是否被祝福, 是否在灵性上的自由, 是否得到足够的属灵滋养, 以便在生活的风暴中 依靠神的话站立地稳。 有时候可能会遇到 成功或失败的情况, 你知道, 我也在聆听并向主靠拢。 这是一项巨大的责任, 希望大家对我有点宽容。 我感谢每一个在这里的人。 主对我说, 我要与你的子民一起领圣餐, 今天我手头只有一些薯片, 但我们还是用他来做圣餐, 这不是形式, 而是我们与神的个人关系。 耶稣希望成为你的父亲和朋友, 他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 而是时刻在我们需要时帮助我们, 渴望和我们一起喝杯咖啡。 他希望我们在生命的每个领域 都得到满足。 但是我们中有些人对他保持距离, 总觉得自己勉强能进天堂就好了, 仿佛只想抓住门框溜进去, 完全不明白他想与你建立关系, 并赐予丰盛的生命。 我们祈求, 父神, 感谢你为所有飞过的执法和医护人员祷告, 特别是乘坐这架医疗直升机的人。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因着你的鞭伤, 他们得到了医治。 我为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祈祷, 我们奉耶稣的名, 祈求医治, 完全和健康, 感谢主因祂的话语我们得医治。 父啊, 我们感谢您, 这是一餐治愈的圣餐。 我们以耶稣的名领受制圣餐, 献上感恩, 因您为我们的过犯受伤, 为我们的罪孽受苦。 您说, 如果我们尊崇宝血, 宝血也会看顾我们, 我们今天将宝血涂抹在我们的生命中, 并感谢您。 父啊, 因宝血的遮盖, 撒旦无法触碰我们。 我以耶稣的宝血遮盖我的家人, 感谢主因您是我的医治者, 我们今天得着医治。 主啊, 您告诉我, 将会有数百万人来聆听, 虽然有些人会憎恨我, 但我必须传达您的话语, 不受他们的看法所动。 您说, 敬畏我, 不要怕人, 我会遵从, 即使不受欢迎。 我们为我们的政府祈祷, 因为我知道风暴即将来临。 我知道这是主的预言, 他告诉我要专注于祈祷, 为即将到来的选举祈祷。 所以我们现在来祷告吧。 父啊, 我们感谢您, 为即将到来的选举祈祷。 我们感谢您, 为特德·克鲁兹祈祷, 并用耶稣的宝血遮盖它。 我相信您会揭示所有隐藏的事情。 在耶稣的名里, 我也为田纳西州祈祷, 不知为何我有这种感动。 我们为纳什维尔祈祷, 用耶稣的宝血遮盖纳什维尔吉州围的区域, 求主赐予安全, 抵挡任何潜在的恐怖袭击。 我还看到拉斯维加斯的景象, 我为拉斯维加斯祈祷。 在这时候, 有人问我现在在祈祷什么? 我在祈祷方言, 这是神赐给我的礼物, 按照《使徒行传》第二章, 我坚信这礼物也在你们里面, 只需相信并接受。 所以, 我会在灵里祷告, 如果你会, 请和我一起祷告。 主啊, 我奉耶稣的名为这些城市祈祷, 尤其是田纳西州、 纳什维尔和拉斯维加斯, 求主保护这些地方的居民免受一切邪恶的攻击, 求您遮盖这些城市并赐下您的平安。 同时, 我也为新奥尔良祷告, 尽管那里的派对气氛 没有像田纳西州和拉斯维加斯那样强烈, 但它不像我在那两个地方所看到的那样强烈, 有某种更深的东西, 好像有一个人和许许多多的计划。 可以说, 新奥尔良是最黑暗的, 但在那儿也有一个人的计划, 是一种大规模的计划。 我们感谢主, 我看到一些计划, 看到制造恐惧和威胁的计划, 愿一切隐藏的事情都被揭露。 主啊, 父啊, 正如您在Sila所做的一样, 您保护了每一个人。 感谢您让人们能够站起来, 在这些地方不发生任何事。 不只是这两个地方, 您会派遣您的天使, 主啊, 去与这些人征战。 父啊, 您在您的话语中说, 您会命令您的天使看护我们, 他们会用手拖着我们, 免得我们的脚碰在石头上。 作为信徒, 我们甚至为不信的人祈祷, 愿他们能够经历您的显现。 父啊, 感谢您, 也感谢您前所未有的恩高的执法部门, 并会在新闻中看到您的作为成为证明。 虽然有些是不会报道, 因为会引发恐惧, 但我知道主您所说的真理。 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听到, 但我们会祷告, 您会得胜, 您会得着荣耀。 我们在耶稣的名下将一切荣耀, 尊贵和赞美献给您。 现在, 父啊, 我们为参议员们祷告, 我们为揭露那些反对基督计划的事情祷告, 并感谢您让我们站立起来, 坚信我们已经得胜。 因为父啊, 您的话语说要呼召那些尚未成就的事情, 仿佛他们已经成就了, 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已经在耶稣的名中得胜了。 因为胜利在于您, 父啊, 您会处理一切。 关于卡玛拉、 哈里斯、 参议员和法官, 父啊, 我们相信您会掌控一切。 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 撒旦, 你将无法再行恶。 我们以耶稣的宝血抵挡你, 并为未出生的孩子们祷告。 愿那些已经设立的法律在我们的土地上无法接触果实, 愿这片土地成为没有堕胎的地方。 父啊, 我们感谢您, 愿男人和女人们站出来, 为神圣的事投票, 而不是处于私利。 感谢您, 耶稣基督的宝血覆盖着这个国家。 我们相信您有一个计划, 我们会不断进步从荣耀到荣耀。 我们奉耶稣的名接受这一切。 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欢迎你加入。 感谢你的到来。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订阅, 还可以点击通知铃铛帮我们提升算法。 这真的对我们有帮助。 虽然我知道YouTube可能不喜欢我谈论选举的事情, 但神特别让我承担这个使命为美国的选举祷告。 以后我们会为其他事情祷告, 但现在这个祷告对神的心意特别重要, 因此我只是顺从祂的指引。 感谢你的参与。 请带着微笑, 心中有歌, 因为耶稣非常爱你, 我们也爱你。 我们下次再见, 愿神祝福你们。 总结, 先知性警告与指导, 布兰登分享了他认为来自上帝的启示, 警告美国尤其是田纳西州、 内华达州和路易斯安纳州的状况。 他特别提到了纳什维尔、 拉斯维加斯和辛奥尔良, 提醒人们注意潜在的威胁并呼吁大家祷告。 对教会自负与真实性的批评, 他批评一些教会领袖的自负, 指出他们执着于过时的启示。 他主张谦卑地敞开心灵, 倾听上帝当前的声音, 而非追逐虚荣和表面的成功。 关于事工财物的观点, 布兰登回应了对富有牧师的批评, 强调应该关注那些蒙福之人的慷慨 和他们的属灵土壤。 他指出, 在肥沃的属灵土壤中播种才能得到祝福, 提倡信心为基础的财务管理。 个人财务困难与辛勤工作, 布兰登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讲述了他在多个工作岗位上 辛勤劳动以养家和支持事工的故事。 他鼓励勤奋的工作态度和对上帝供应的依赖, 而非寻求快速的财务收益。 为国家的祷告焦点, 他带领大家为美国领导人祷告, 包括泰德、克鲁兹以及国家价值观的保护。 布兰登鼓励信徒以信仰为基础投票, 为国家的选举祈祷, 并在祷告中抵制邪恶的计划, 怀抱上帝介入的希望。